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施朗 何等的威风 何等的神奇 我立下不是职工 那升官那是自然的了 到了时候 名利双手 其乐无穷 甚至他睡不着觉都设想 见着皇上 我怎么朝拜 三拜九寇朝王礼 皇上能什么表情 他没事还背台词呢 见着皇上我得怎么说呀 皇上怎么问话 我怎么回答 还动听 说的还透彻 结果一见 欧拜落了一场空 全化为泡影 西湖间 激怒欧拜 把脑袋丢了 他一看欧拜当时 那神态吓人了 脑筋蹦起多高了 眼露凶光 牙缝一刺 啥 脑袋就得半价 为什么 全的 人家只让这生杀欲夺的大权 自己算个啥呀 施朗还算知气 先说赶紧我回福建 我这一回下半辈 我也不提这事了 哪知道不幸的事接踪而来 施朗告诉他了 你别回去了 刘队伟英 你下一步干什么 你凭后调用 得 就这么轻轻的一句话 一品大员 随时提督 没了 没了 住在北京 成了个闲散的人员 不让他离京 不敢动狠 动狠 犯下掉头之罪 施朗官也没了 就把他毁得 肠子都清了 回到京厅管一眼 拿脑袋撞墙啊 施朗心说 该 该 怪我多嘴 怪我多事 我这朝廷我就不明白 怎么 怎么这样 要照这样下去 我是死不瞑目 他被软禁在北京了 傲外说的一点不假 不久 兵部下文 到了山东 福建 江苏 广东 浙江 各省 猜测兵源 特别是福建省 兵太多 光正成功的部下 倒戈归顺大清的 往官就能拉一货车 甭说当兵的有多少 这些人都是水师出身 殊之水性 按朝廷的意思 把船全烧了 水兵的转业 没有用了 所以 一声令下 樊蜀郑成功那门 和郑经手下 归顺的这些人 全放到边疆 去种地去了 当官的也改行了 跑那当生产队长去了 这可好 这帮人原来抱着 做官发财的梦 也全都化为泡影 是的 现在把肠子都回清了 是猪一回莫及啊 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 我冒着风险来投降 徒弟是什么呢 荣华富贵没得着 到处露出把子去了 有的胆小 很顺从地走了 有的比较胆大 心说哥哥兄弟 哎 干脆吧 咱还回去的 那正经能饶咱 咱认个错吧 咱就说当时 一时的糊涂 一不十足 他正在用人指使 我们就回去 好嘞 一共有九股 多得上千人 少得几百人 偷上了战船 阳气风帆 赶奔台湾 归顺正经 呀 正经高兴了 问陈永华 亚富 当如何处置 陈永华一笑 大王啊 这帮人一点立场 也没有啊 当初 贪图荣华富贵 架不住名利掩右 背叛了咱们 投降的清朝 现在 清朝碰了 他们的厉害关系了 他马上又架着船 投靠大王 按理说 这帮人不可信赖 但是 现在时局艰难 情况特殊 大王以宽大为怀 把他们收留了吧 我想也是 好吧 亚富 您就着手安排 遵旨 陈永华 把这些来的人 逐个做了安排 这些人感动的 不得了 这回又回到 郑家军 得好好表示 郑京得了力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 上台湾来投靠他的 大有人在 不到俩月的时间 就聚拢了两万多人 郑京美 问陈永华 亚富啊 这些事 怎样安排 大王放心 我们来者不拒 现在我们台湾 就是需要人 咱们什么也不缺 就是缺人 正好抓紧时间 开疆破土 扩大范围 在陈永华的领导下 所以是台湾也好 澎湖也好 包括厦门也好 干几是热活超天 翻回来 再说北京 方才咱讲了 这个敖拜一手遮天 闻所欲为 朝堂之上 没有不知道的 不敢碰 更不敢说 因为皇上年轻又小 谁敢碰敖拜啊 这家彭比威奸 密布蜘蛛网一样 都是他的人 要害部门 都是他的亲信 这个事 康熙皇帝 能不知道吗 康熙虽小 也是十几岁了 你别看十几岁 天资聪明 有本书 叫康熙大帝 从康熙的出身 记录了他的一生 康熙这个人可厉害 在历代帝王当中 那是首屈一尺 咱也不是捧康熙 也不是往他脸上摸粉 康熙的策略 而超过了唐太宗李世民 那李世民真观之志 就够了不起的了 跟康熙比 有点逊色 你看十几岁 那康熙看得清清楚楚的 在头几年委屈求全 明知这么回事 不敢得罪奥拜 明昔里的一万个不痛快 是是是是是 你看着办 再大了一些了 康熙就不停了 心说 奥拜呀奥拜呀 你是谁呀你 你是我爹呀 现在你干什么事情 目无君主 你自己就自行决定了 你是什么呢 谁赋予你的权利 你结党英私 莫非你想串逆不成吗 此人必出之 怎么出 得有办法 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吧 他那上说的比较真实 康熙心说 我呀 把我身边这些小年轻的 都训练好 傲拜身边有卫队 镇我的身边也得有卫队 好好训练他们 找明师训练 南拳北拳 十八般兵器 高来高去陆地 飞腾 都叫他们学会 现在成熟了 他身边随便拉出一个 那都有两下的 不说是无功盖世 举世无双 那也一丁实 手底都干净利落 成熟之后 经过密谋策划 把圈套设好了 这一天康熙将旨 请傲拜到千秦宫回话 有重要的大事跟他商量 这个傲拜本来 焦横惯了 根本没想到皇上收拾他 所以大模大样 步入天清宫 但是一进宫 他就发现不对劲 为什么呢 往日他一见着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起码得站起来 笑脸相迎 静说拜眠的话 今儿个一看 康熙在正座那坐着 微蓝不动 小脸沉沉的 再往两旁一看 站立不少年轻人 这些人一个个垂首站立 面上木然 一点表情都没有 好拜也没往别的地方想 心说康熙 你个小毛孩子 你想干什么 你想端架子 给谁脸子看 所以往前紧走两步一抱拳 陛下 把老臣找来 有什么事情商议 康熙啪一拍桌子 啊 倒 欧拜 你可知罪 欧拜一乐呀 舔着大肚子 手里的虚然 陛下 臣不明白 我为国操劳 何罪之有 康熙指着他鼻子说 哈哈 你是明知故问 你现在就是汉末的董卓 把朕看成了汉末的汉陷地呀 你欺振太甚 来呀 还不把他拿下 事先都准备好了 那些小年轻的汉 往上一冲 把欧拜给围上了 你别看欧拜这块头挺大 胳膊腿挺灵活 这功夫他至今没扔起 想当初 跟随黄太极 中争西逃 屡立战功啊 那是武将出身 两臂一晃 四百斤的力量啊 年轻的往上一围他 他根本不在乎 三拳两脚 打倒了好几个 单民别忘了这句话 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 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架不住人多呀 年轻的好几十个呢 摔倒了没关系 又上了俩 摔倒了俩 又上来四个 四个爬起上来八个 哎呦 欧拜实在是难以逼当 最后叫人家 按翻在地 用绳子 紧紧的给捆上 康西递指着他的鼻子 欧拜啊 嗯 好好好 你厉害 你厉害啊 这一定重重处置于你 拉去 把欧拜拉去去 关于这里面的细节 许多许多 因为咱说的这书 叫话说台湾 以台湾为主 宫廷这些事情 不详细说 总之 康西将之 让刑部异罪 敖拜该是个什么罪 那刑部一看皇上 那意思还不明白 再加上敖拜 罪恶多端呢 给他逆了五十四条死罪 因此 建议皇上 敖拜理应 除斩 除斩就是砍脑袋 处以极刑 康西恩准 不光是一个敖拜 他的死党二十一人 刑部逆罪 全都是处以极刑 可有人通知了监狱的敖拜了 说这顿饭你好好吃什么 这叫断头酒 明天 把他菜市口 砍你的脑壳 哎呦 敖拜一平可不干了 虽然他被捕了 他掂量掂量 自己不至于犯死罪 没想到龙眼无恩 朝堂上的大员 是强倒众人推 破骨万人垂啊 啊 判我死罪 他熬熬之叫 就提出一个要求 最后要见康西一面 无论如何 我得见见皇上 然后再死 有人不敢隐匿 把这事转告给康西 康西一平 啊 还想见见我 看得有何话说 准 还在前进宫 把奥拜带来 奥拜经过这些日子 在监狱里熬啊 也瘦了 但是块头还是那么大 蓬头够面 这回不神奇了 老老实实跪在康西的脚下 你头处地 皇上啊 臣的确罪该万死 但是皇上不要忘了 我敖拜为了我大清的江山 东征西逃 南征北战 立下血汗战功 当年我帮着老祖黄太极 转战南北啊 我还救过老祖三次性命啊 哎 这个事儿 陛下你不知道吗 为救老祖 我几生几死 怎么 今天就要我的脑袋吗 难道龙眼无恩 就到了这部天地吗 皇上你看一看 敖拜说着辞拉 把裘服撕开了 让康西看 一瞅 前兄 为了救老祖 我前兄挨了一撇毛 这下扎头气了 我命大没死 你再看看肩头 我这挨了一斧子 锁子骨都给我砍断了 后来接的 你再看看我这肋上 叫铁鞭打的 打拾了三根肋骨啊 难道说我不足以讲功 补罪不成吗 陛下开恩啊 饶罪臣不死才是 这敖拜这一说不要紧 声泪俱下 康西心软了 康西是仁慈的皇帝 哎呀 康西心里说 敖拜这个家伙死有余辜 我真的恨他 但是想起前情来 他为大清的江山 的确立下大功啊 算了吧 康西心一软 欲比猪拼 可以免他不死 但是终身渐进 后来敖拜老死在监狱里头了 他的死党不饶 绑到菜市口出展 唯多敖拜一个人留下了 到这开始 康西皇帝正式接管的大权 可以亲政处理朝堂的大事 那么咱说的是话说台湾 康西地可不糊涂 他跟敖拜不一样 他深知台湾的重要性 台湾不管大与小 那是中华不可分割的块领土 不要了 怎么那么简单呢 因此他在清政不久 传建了大学士明珠 兵部侍郎 蔡玉荣 康西亲自交代 你们两个带着我的旨意 赶奔福建 再去昭安 收复台湾 如果政经不识实物 我要全力争脚 康西真动真格的了 明珠和蔡玉荣 领旨之后择日启程 赶奔福建 路上无话这天到了福州了 现在福建的官也全换了 李帅泰等人都不在了 现在的福建总督叫泽佩 巡抚叫刘炳正 静南王还是耿机帽 听说天使来了 而且来的是赫赫有名的大学士明珠 兵部侍郎蔡玉荣 跟以往的天使截然不同 就知道受重命而来 因此福建的官员 列队迎接高达彩楼 明边放炮 把明珠蔡玉荣 接近总督行员 道里面是圣殿困带 明珠到了之后 坐到正座上 首先传达了皇上的意思 我们是为台湾而来 皇上的圣誉 此次下决心要收复台湾 依然是如故 先礼后兵 先招服后动兵 如果把实实务者率队来归 化干戈为玉帽 倘若执迷不悟 我用兵嚼之 望而等一体皆知 众人一平 这是真格的 一个个肃然起敬 谨遵圣命 明珠也不走了 蔡荣也不走了 天使官在这利等回信 皇上也等着回信 那派谁去呢 就在福建选拔出 得力的大将木天岩 继权 让这两个人 为招服使 坐船赶奔台湾 那时候船不都烧了吗 怎么还坐船 事情都有变化 能烧那么干净吗 天天抓贼 贼能抓那么净吗 还是有的 就这样 坐船只一口劲到了台湾 进了路尔门 靠到岸上 郑家军一看 又来观船了 甭问 又为台湾的事 照例进行了检查 牟田岩 继权经过检查之后 安排到金庭管理 有人禀报了陈永华 陈永华不敢耽搁 马上奏鸣正经 正经一听 长叹一声 又来了 我看他们是救助台湾不放 亚富 我应该如何对待呢 大王 他们这次来可大动干戈呀 这个明珠就驻杂在福州的那听信 不停着回信不返回北京 看这意思咱们也要认真对待 亚富 那您看咱们怎么样 答复呢 一如既往 一如既往啊 这次不要通过书信的行事 人家派人来了 我们也派人去 当面见明珠 把我们的要求提出来 而且义正词言 依然是原来的要求 我们占据台湾 永远封王 要独立 名义上 我们称臣纳共 实质上 我们保持独立性 不能剃头 不能改换服装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要求 对 亚富说的 正和我意啊 应该这么办 正经就在王宫里头 接见了来时 来时 头一次见着正经啊 正经问了几句话 跟他们讲 这样吧 我马上派特使 跟随二位赶奔扶柔 哪些要求 见着明珠大学士在意 经过再三研究之后 派谁去呢 派了大将冯熙范 为特使 跟随着清朝的来史坐船 返回福建 登陆以后 又赶奔福州 这块还有个小插曲呢 到了福州衙门 就是那个总督衙门 从哪个门进 这边还有讲究 清方提出来了 你冯熙范来了 你们得走脚门 再见我大学士明珠 冯熙范就问呢 为什么不走中门 叫我走脚门呢 中门 那是国家大便 应接贵宾才能开 你不是属于那情况 所以你自能走脚门 我要返回台湾 又这冯熙范还挺横呢 有人禀报着明珠 明珠一听 这该如何是好 你不过来吗 我再说 你不过来 你不是有什么 你不过来 我这就都不过来 你不过来